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视频开始之前 我挺好奇正在看视频的你 对这款定价99美金或是699人民币的 《阿萨姻寺》是否感兴趣 而以我个人主观的观点 我会说它值得这个售价 也对了起作为一款旗舰级风冷散热器该有的表现 但实话说它确实并不便宜 也并非主打高性价比定位的产品 所以对于那些性价比至上的用户 你们可能要失望了 不过不得不说 这次的阿沙信4算得上是一款诚意十足的产品 至少我觉得不论是在散热性能 又或是外观设计 甚至是本身的质量等 可以说相比起过去有着很大的改进 也因为如此 这次的评测也不单单只是在散热性能的测试 而更多的还是在外观设计与安装体验等更加细节的部分 如果你对这一夸阿沙信4特别感兴趣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视频开始的第一部分 我们先直接来看看阿沙信4的散热性能表现 这次除了代表音调平台的Intel Core i7-13700K之外 也额外准备了多一套AMD平台的Ryzen 9 7900来一同测试 并且两道平台周四搭配相同的机箱模拟在机箱内的散热环境 同时前脸均采用了三把追风者T30爆裂扇作为机箱进风风扇补助 测试平台的硬件列表如上 有兴趣了解的就自行暂停参考 首先在Intel平台中 265W的处理器功耗搭配机箱风扇连同散热器风扇全满注模式 并进行10分钟的IDA64FPU单烤压力测试 阿沙信4相比起上一代阿沙信3有着两度的性能提升 磁皮猫头鹰的D15 Core Max Black 完全是对得起目前旗舰级别的双塔风能表现 接着是连同显卡进行双烤的测试对比 阿沙信4性能稳居第一 比起自家上一代的阿沙信3以及隔壁猫头鹰D15分别下降了3度和1度 再来将测试的机箱风扇控制在同一较为静音的转速 并且各款散热器的风扇均以同噪音转速 以模拟日常使用的噪音环境来进行对比 结果和满速时的单烤测试基本一致 磁皮猫头鹰D15的同时 对比上一代阿沙信3代也下降了3度 最后是将所有测试的散热器风扇均替换成微干的V2 Pro性能风扇 也就是温柔台风GT2150增强版来进行测试 结果是阿沙信4在塔体性能上 有名的猫头鹰D15一度和上一代的阿沙信3两度 从这样的测试结果来看恐怕会有人说 就这猫头鹰D15都出了多少年了 新出的阿沙信4也就持平和略胜一度而已 且慢 我的性能测试还没分享完呢 接下来就是要替换到190W的AMD Ryzen 97900进行测试 好样子 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测试有误了 但复测了好几次后 这就是阿沙信4在AMD平台下的结果 同样是190W的功耗下 比起上一代阿沙信3低了7度 对比猫头鹰D15也低了6度 撇开测试的误差 5度的温差是肯定有的 这个表现都快赶上甚至超越不少240水冷了 在联统显卡一同双烤测试也一样如此 阿沙信4狠狠的甩开自家阿沙信3和隔壁猫腿D15 对比阿沙信3都来到了9度的温差了 日常同照应模式的测试也是如此 阿沙信4对比另外两款温度下降了4度 最后是统一GT2150风扇的测试 和另外两款散热器依然保持4-5度的温差 不得不说,在AMD平台上阿沙信4展现出了碾压之势 而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提升现象 更能拆设和塔体的设计有关 一会儿和各位详细介绍规格时再好各位细说 介绍到这里,这就是阿沙信4的真实散热表现了 如果你对阿沙信4本身的设计、安装体验等感兴趣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和各位好好介绍 这个外形设计和上一代完全站不上边的 DECKOO 九州风神阿沙信4 首先来看看外包装设计 阿沙信4采用了近先年九州风神的包装设计语言 也就是半彩色包装纸盒搭配露出牛皮纸盒的设计搭配 这个设计也变成了九州风神目前独有的设计风格了 也算是挺有特色的一个设计 包装外头也标注了阿沙信4获得的EVLE在AWARD2023 以及RED DOG WINNER2023的奖项 因此可以说,阿沙信4的外观设计绝对是核心卖点之一 从包装盒内取出的则是散热器本体以及非常大套的配件盒 配件盒内包含了一份完整的说明书 一个额外的风扇支架 则是用来安装额外的风扇在散热器前脸的 一支L型的十字和内六角螺丝刀 九州风神自家的DM93硅脂 清洁纸和硅脂刮板 以及INTEL和AMD双平台扣具 INTEL扣具背板采用全金属材质 背板预装好了螺酸 支持LGA1200和LGA1700 通过滑动螺酸即可替换不同的扣具平台位置 此外采用金属螺柱设计 即使主板在机箱内处于碎裂状态也非常好安装 加上扣具本身的质量十分精良 安装体验基本也不亚于猫头鹰 甚至部分体验会更好一些 扣具安装体验这部分我会给到A加等级 然后就是散热器本体了 初找包装采用了非常厚实的珍珠海绵 这应该是我看过包装保护座的最好的散热器了 哪怕是我直接将整个抛向桌上也丝毫不用害怕撞歪散热器 我愿称它为散热器包装保护的天花板 拿出来后这就是Assassin 4的散热器本体了 四四方方的设计 对比起上一代棱角分明的Assassin 3 我是想说九州风神这一次的设计师果然是幻人了 放在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这是隔了一代的同品牌产品 而就这个外观设计 你们是更加喜欢之前的Assassin 3还是现在的Assassin 4呢 热管规格部分依然采用了相同的7跟6mm热管设计 但热管工艺也进一步升级 能够在更高功耗下有更低的热煮表现 另外鞋片设计也是采用了最近他们家爱用的矩阵设计 之前在AK400和AK620还觉得没什么卵用 但这次的Assassin 4由于默认前方是没装风扇的 因此这个鞋片的矩阵设计反而是起到了加强外观的效果 说到默认前方并没有风扇 是因为将风扇位挪到了后方 又一加强散热器的触碰性能 而对于一些主板的Io装甲存在过大过高的情况 后方的风扇支架也是能够进行错位安装的 加强了本身的兼容性 当然这样就牺牲了原汁原味的一体性外观了 因此非必要情况下建议还是保留一线性会更加好看一些 当然因为后方风扇采用了一体化支架的快招方式 所以安装起来非常的方便 比起目前主流的铁丝支架好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部分相信安装过主流的巨塔散热器都应该深有体会 中间的风扇也是同样采用支架卡扣固定快拆 安装起来也颇为简单 另外也提供了Mesh网孔的磁吸式遮挡板 进一步的点缀塔顶的外观设计 说到塔顶 在塔顶上还有两处值得介绍的东西 首先是这个风扇转速切换钮 可以随时切换低速静音模式或是全速模式 顶盖下方也有带灯的九州风神logo 通过内置在散热器本体的1分2PWM分线器进行供电 也因为本体内置了1分2的风扇供电线 所以风扇安装上去后直接接到分线器上 再直接接到主板的CPU范围上就好 只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要是这个分线器能够用模块化的形式设计在塔体内 散热器风扇只需要接在塔体上 最后通过塔体连接出一根供电线接到主板上会更加完美一些 而且整体看上去也会更加整洁不少 原配的风扇是采用中间14cm和后方12cm的搭配 风扇款式为中间14cm的DFR1402512CH 以及后方反向12cm的DF1202512CM 两把风扇最大转速均为1700RPM 再搭配上塔体后的噪音表现这里也给各位简单演示 方便给各位总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阿商信式将风扇改为后方位置 加上散热器热管底座进行了偏移设计 使得空出来的前脸可以完完全展现记忆体内存的外观 这个设计虽说并非双塔独创 但绝大多数的偏移设计 都是因为热管过度弯曲而损失的散热性能 而阿商信式则是以偏移骑片位置的设计 保留热管本身适当的弯曲幅度 维持着原本该有的性能 另外我个人是觉得 也因为是这样的偏移设计 使得它在ND平台这个核心位置也偏移的设计上 反而散热性能能够得以获得加强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是不是真的如此还有待考证 阿商信4的整体体积虽然不小 但安装起来还是格外方便的 而且对比起阿商信3和猫头鹰D15 虽然高度基本大同小异 但是深度明显比起另外两款短了一截 由此可见 阿商信4本身的设计是更为紧凑一些的 而从而加强它搭配其他硬件的兼容性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这次的阿商信4算得上是诚意之作 唯独在音调平台上的性能并没有获得十分明显的提升 而且我也尝试过将风扇转为前脸吹风 甚至是直接以三把风扇来进行测试 但哪怕是加装多一把风扇也没有显著的性能提升 这样看来应该是塔体本身达到极限了吧 可能得提升热管数量又或是加强热管工艺的操作 才能进一步的提升性能了 除此之外 阿商信4也有一些我个人觉得稍微可惜的缺点 首先就是中间的风扇如果要安装 建议先把分解器从中间拉出来 让风扇供电线接好后再安装进去 否则你基本很难从塔体拉出中间的风扇供电线 如此一来让原本非常简易的风扇安装 变得稍微麻烦了一些 此外还有这两把原配风扇的支架螺丝 是用内溜角螺丝固定的 如果刚好手上没有内溜角螺丝刀 又或是包装盒不知丢哪里去了 找不到附责的内溜角螺丝刀就不好拆卸风扇了 但这并不是最无奈的 最无奈的是中间的风扇支架 不仅只能支持25mm厚的风扇 而且还有存在兼容性冲突的问题 我尝试过将中间的14厘米风扇 贴换成厘米的B12 Extreme 结果因为扇宽边角太突出顶住支架 造成无法对齐螺丝孔位 只有像是Reno Typhoon GT2150 这样 在风扇脚边自带切脚的设计才能安装上去 只不过安装上去支架了 你又会发现风扇模具和原配风扇的出入太大 无法很好地扣上散热器 整个就是很无奈 所以如果你们打算购买Assassin 4 基本就得做好无法替换风扇的打算 不过话又说回来 前面我也分享了安装上三把风扇的散热测试 性能提升部分也不过一度 而且对比起原厂风扇和双温柔台风GT2150的测试 不论是在AMD还是一条平台都好 基本也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性能提升 所以即使替换风扇的自由性被限制了 但原厂的性能也已经很不错了 替换风扇的必要性自然也不高 视频到这里其实也都快差不多了 我个人是觉得Assassin 4本身有着非常多的改进 特别是在用户体验这一块 明显是朝更高端的路线去走的 至于99美金或是699人民币是否推荐 我只能说如果你更加在乎性能以外的体验 那么Assassin 4是目前为数不多 在各方面体验都非常不错的一款散热器 起码在其他品牌还没有更新旗舰风冷前 它会是我目前会推荐给各位的旗舰级风冷 OK 以上就是Nikku九州风扇的Assassin 4品车体验 有任何疑问或是关于这款散热器的观点 也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你们的看法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路将影片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也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你的支持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